明天就是跨年夜了 却有人在网络上留言 呛说要学郑洁去高铁放火杀人 跨年诈101 总统府升旗野诈 警方立刻逮人 发现嫌犯只是因为玩游戏惨书 心情不好 才会留下情绪性字眼泄愤 不过冲动的下场 也被以恐吓公众罪 移送法版 警察大阵仗 持搜索票之类等门抓人 把里面的人吓得措手不及 嫌犯似乎完全不知道 自己一时情绪性发言 构成违法早被盯上 当时还继续沉迷线上游戏 原来朱熙男子 平时酷爱打线上游戏 不只花时间 还花很多钱处置点数 12月10号玩游戏惨书 越想越火大 一肚子气没处发 竟然留言说要学郑洁 在跨年时炸101 就连总统府升旗也要炸 总统的文字 被游戏直播主撞简 立刻报警 影片下方招 网络玩家 张贴网络 这个恐吓为安留言 目前表示 他心情的一个抒发抒泄 暂时撇开 疫情开心迎接 2022 跨年烟火就要盛大释放 竟然有人扬言 要炸101炸总统府 难怪警方绷进神经 根据了解 涉案的朱熙男子 平时在工地工作 有回损前科 警方活速歹认 就是要确保 大家跨年盈树光 安全无虞 记得邱于婷要先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